铁门上张贴声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当地时间周四下午驾崩 她的长子查尔斯王储继位为查理三世 她以新国王身份悼念母亲的离世 查尔斯声明写道女王陛下最爱的母亲辞世 是她和家庭以及所有成员最悲伤的时刻 女王辞世民众涌入白金汉宫 英国弥漫悲伤 新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沉痛致哀 事实上女王辞世前已有征兆 周四百天就传出女王正在接受意料监护 接着载着长孙威廉王子 以及女王儿子爱德华以及安德鲁的班机 包括哈利王子等所有王室成员 纷纷直奔女王休养的巴尔默勒尔堡 英国政府也罕见表达忧虑 事实上女王周二接见新首相特拉斯时 住着拐杖支撑看起来就很虚弱 隔天推迟汉舒密院的重要会议 健康状况令人忧心 白金汉宫仍然保密到家 一度表示女王仍然感觉舒适 但措辞谨慎 暗示很可能发生严重的事情 就在数小时后英国BBC中断所有节目 主播换上一袭黑色西装 严肃宣布 女王在周四晚间安详离世 向棋兽96岁 英国国会将半棋致哀 在位时间最长超过70年的英国女王 人生落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就在英女王世事讯息发布后 大批民众陆续自发前往白金汉宫哀悼 还在黑色前门围栏放上鲜花致敬 英国王室家族城堡周边 也涌进大批民众 英女王在位超过70年 几乎多数英国人没有经历其他君王 如今逝世 很多人感觉就像失去一位亲人 在白金汉宫附近跑机船车的驾驶 特别找来黑色轿车 在大雨中向女王致敬 除了当地人 世界各地到英国的游客 也纷纷表达难过的心情 英国媒体报道 伊丽莎白二世有别于旧时代的英国君主 多半只会和社会精英互动 她更频繁地和平民接触 经常走访乡乡下小镇工厂 邀请不同阶层行业的市民到王宫参加活动 如今离世几乎全英上下都感到万分不舍 前一刻英国首相特拉斯还在国会舌战群雄 下一刻同僚地上黄色纸条 他马上眉头伸锁 特拉斯比英国老百姓提早半小时得知女王健康 违在旦夕 只见他顾不得反对党领袖还在发言 面色凝重跟同僚讨论之后离席 一边他在推特上发言 说全国都深切担忧女王的龙体 下议院的议长得知女王状况之后 也立刻暂停议事 原来英国政府早就备妥了因应女王驾崩的智商方案 又被称作伦敦桥计划 在女王驾崩后的第一天 书密院的成员就会在詹姆士宫召开登机会议 宣布查理三世纪尉 并且接见首相与内阁 第二天女王的灵鹫就会从苏格兰 经由火车或是飞机移领到伦敦白金汉宫 随后查理三世也会依循传统展开全国的巡视之旅 第五天女王会停临在西敏宫 从第六天起一连三天 每天开放23个小时 让一般民众调咽瞻女王怡容 而最后十天 中原的国葬会在西敏寺举行 女王将长眠在温莎堡 乔治六世纪念礼拜堂 跟夫婿菲利普亲王相伴 治丧期间英国国会也会暂停议事十天 全国哀悼一个月 随后查理三世才会正式登机 苏格兰的首席大臣 史特金就在推特上说 对大英国邪和世界 这是非常悲伤的时刻 坎特伯雷大主教也说 与女王同在 祈求上帝抚慰皇室 英国国内其身哀悼 在悲伤中送女王最后一程 体育部闲宣传统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六号 才接见新首相特拉斯 有眼间民众发现 女王手上居然有大片瘀青 推测是因为静脉注射 导致血管破裂 显示女王健康恶化 却鞠躬尽瘁 君主职责重担 接下来将落在儿子查尔斯身受 查尔斯三世成为她最新头衔 第二任妻子卡米拉 虽然早就有女王生前的背书 希望她能树立成为王后 但舆论上仍有不少质疑 加上王室内部的纷扰 为查尔斯登基之后 增添不少挑战 社会也得面临不少改变 从现金货币 邮票 国歌 再到护照也都将进行改版 而英国更在这个时候 后海迎来新的首相特拉斯 英国七月通膨率 百分之十点一 远远高于预期 英镑对美元八号 甚至跌到1985年以来新低 能源价格飙高 几百万人名不聊生 特拉斯对此宣布 上任第一项重大政策 特拉斯在国会提出 加护能源费用上限 一年不超过大约八点九万元 新台币的计划 实施两年到2024 除外特拉斯也说 会补贴能源公司的价差 而且要提高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商 在北海的开采和生产 专家认为更多刺激市场的措施 反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通膨 加上乌俄战争和脱欧后续的问题 英国新政府加上新的君主 势必挑战重重 TVB新闻做不懂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世长辞 她最让人怀念的 莫过于幽默直爽的个性 去年7月 女王当起东道主 接待G7峰会领袖 她搞笑打破等待时的沉默疏离 今年2月女王出席登机70周年庆祝活动 主持人说蛋糕向外摆 要让媒体拍摄 她笑说就算这样 也看得懂蛋糕上的字 切蛋糕时 女王还调皮的把刀往中间横插 没有切到底 请政爱名的女王 一文去世相当多 曾有政治人物和女王会面时 手机铃声大作 女王笑说 希望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 体贴解围 此外 女王每每亮相都是时尚焦点 同色系的色票是传达 挤满红尘黄绿蓝电子 千叶夺目 让她被称为彩虹女王 她私下爱购物 还曾被店员认出 说好像女王 她回 那我就放心了 白金喜年时 有一百只科鸡 在白金汉宫欢庆游行 因为女王爱狗成吃 独爱科鸡犬 尽管国事繁忙 还是不忘亲自 遛爱犬散步 独特的女王 也让英国人 津津乐道 TVS新闻综合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跟一身白下的 戴安娜王妃同框 这是戴安娜王妃 跟当时还是王子的 查尔斯三世世纪大婚 这个画面相当珍贵 而伊丽莎白二世 不只是女王 更是妈妈 尤其担心戴安娜 跟儿子之间的婚姻状况 戴安娜当年仅19岁 就嫁入王室 不仅欧洲各国元首出席婚礼 不少民众更是守着电视机 只为见证历史性一刻 以为跟童话一样梦幻的婚姻 却掀起滔天巨浪 查尔斯当年跟卡蜜拉 也就是后来第二任的王妃 藕断丝联 戴安娜的婚姻 一步步走向分裂 伊丽莎白女王 在操返国事之余 也曾经居中协调 但最后两人还是离了婚 据传女王跟戴安娜感情不合 隔年戴安娜因为车祸辞世 大批民众献花致哀 女王还是经过劝说 才肯去看看 戴安娜王妃尽管离婚之后 世事英国人民都一直爱戴 都说她深入群众不摆架子 清明形象又热衷慈善 当年不少人为此掉下眼泪 当然她跟婆婆伊丽莎白二世的关系 一直受到世人关注 王室成员感情故事 摊在阳光下 现在女王辞世 成年往事又再度 掀起讨论 TVBS新闻继续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 在美国时间周四下午 到达英国大使馆 签名调研册 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指出女王定义了整个时代 拜登下令白宫和其他联邦机构大楼 讲半期以表达对伊丽莎白二世的尊重 众议院院长裴洛西也难言哀痛 表示在国会大下有简短的默埃一事 纽约证券交易所挂起 女王黑白头像全场跟着默埃一分钟 美联储主席鲍尔 认为女王是自由市场交易的支持者 曼哈多恩这间英国餐厅 门口放着女王立牌布置满满的相片 大批黄世甜粉及英国朝明 纷纷涌入缅怀女王 TVBS新闻张家宝宏庭泰报导 英女王辞世讯息公布后 全球多国媒体第一时间以快讯报导 我们早上的新闻 Queen Elizabeth II has passed away age 96 如果您只是参加我们 我们已经参加了新闻 女王已经死了 作为英国最长寿再位最久的君主 伊丽莎百二世为英国的奉献 备受全球多数国家尊崇 多国政要纷纷至上哀悼之一 当年英女王平常深受游客喜爱 整点灯光会闪烁五分钟的法国地标 爱菲尔铁塔比平日早一小时熄灯 英女王生前 曾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造成数以百万计难民伸出援手 透过英国灾害紧急委员会 捐款给乌克兰 在他辞世后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随即向英国皇室表示哀悼 虽然英国在俄乌战争中多次明确支持乌克兰 但女王逝世 俄罗斯总统普钦对外表示 女王应当受到人民爱戴 在世界舞台享有权威 另外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前总统欧巴马 川普 德国总理 联合国秘书长 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 都对伊丽莎白二世表达敬意 TVBS新闻珠光王林敏珍 综合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 想骑兽96岁 这位世界在位时间最长的女性君主 自1952年登基 隔年正式加冕成为英国女王 这段期间 中华民国历经前总统蒋中正 第二任任期 到严家干蒋经国李登辉 便经历1996年首位民选总统陈水扁 乃自马英九蔡英文 女王在位70年 我国共经历七位总统十四届任期 而对于她的辞世 蔡总统透过推特 以英文向英国王室及英国政府 表达最深切哀悼 台湾将纪念她的领导与服务生涯 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树立了榜样 而总统府也向继任的英国国王 曹尔什三世致意 总统同时指示外交部及主任代表处 向英国政府表达 我国诚挚的悼念及慰问 英国在台代表处 就在新医区的这一栋大楼里面 而现在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驾崩 外交部长吴朝燮 也同时致电给驻台代表 邓元翰表达慰问之一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 外交部表达最深切的哀悼 跟诚挚的慰问 国内政治领袖 格魁苏登昌 以及国民党 也纷纷透过脸书致意 并跃扬致哀 英国女王她 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 也见证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我想我们当然表达最沉重的哀悼之一 女王此事历史舞台谢幕 英国也告别了一个时代 这是综合报道 9号一早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网站首页 已经换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黑白照片 对于历史过1997年之前 殖民地时期的港人而言 女王已经成为几代人共同回忆 她在1975年跟1986年两次访港 更成为历史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抵达香港 香港开服以来 司头婆第一次到香港访问 全城关注 司头婆在广东话里就是老板娘 贴切形容她在港人心中的地位 因为整个香港殖民时期 又长达45年 足足三分之一 都在伊丽莎白二世统治之下 1975年 女王首次访港 除了各式官样场面之外 还走进菜市场 进到民众居住的公屋 展现亲民形象 相对于跟香港的情谊 英国女王跟北京领导人的关系 恐怕又是另一回事 2015年 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 访问英国 受到伊丽莎白二世 国宴款待 然而一年之后 她却在一次对话中脱口而出 说当初负责接待习近平的 警察指挥官真倒霉 批评中方行为粗鲁无理 而在此后 中英关系也随着香港人权问题 持续恶化 TVF新闻 李国正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我们想要停止 以记得了王菲尔兹 II 我们的想法是 与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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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请你 join us in a moment of silence 美国网球公开赛 女单准决赛开赛前 传奇人物比利真金 和今年夺冠热门人选 法国贾西亚等人 共同在场上同位 英国女王莫哀 同一时间欧冠联赛打得火热 英国兵工场队赛场上 秀出大大的女王纪念看板 所有球迷起立 双手合十祈祷 为女王献上最深致意 全世界哀悼女王离世 英国政府甚至宣布 所有体育赛事 包括板球对抗赛赛马 欧洲高尔夫PGA锦标赛等都取消 就连NBA赛场上 开赛前也一起哀悼英国女王 由于女王生前 其实热衷参与不少体育活动 不仅接见过知名足球员贝克汉 伦敦奥运开幕式上 女王更在影片中纵身跳伞空降 跟007同台成为经典一幕 女王生前最爱的运动 莫过于赛马 自己会骑马的她 到马场时都会下注 现在这些体育场上的女王倩饮 也成为英国人民心中 难以抹灭的回忆 TBN新闻综合报道 长达六年的二战结束 身为皇家公主的伊丽莎白 特意乔装混入人群 庆祝欧洲胜利日 递造出少女英国女王的浪漫情缘 皇家公主出走继导演 剁占伊丽莎白的童年爱情故事 灵感是让公主由皇宫走到人群世界 为人知爱情史吸引观众眼球 还有英国重要的历史时刻 戴安娜王妃促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立刻单起重任 处理英国皇室危机 罕见对外发表演说 在电影《大飞与女皇》中 饰演女王伊丽莎白的海伦米兰 把表情神韵揣摩超到位 凭这部片拿下奥斯卡影后宝座 海伦米兰也向女王致敬 无论有没有皇冠 她都是高贵的缩影 描述伊丽莎白二世在未兼 英国皇室成员的秘行 《王冠》一播出 旧首好评 即将推出第四季 剧主表示王冠是一封给女王的情书 目前不打算增添或变动 目前开拍的内容 剧组决定暂时停拍 表示对女王的尊重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